大家好,我是Jessica 連續幾集都跟大家講過介紹地方 或者住屋那方面 這一集跟大家講什麼呢? 不如講一下吃東西 其實英國最省錢的方法 就是在超級市場買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回家煮 因為他們的超級市場又大又多選擇 而且東西是很新鮮又便宜 不如大家一齊看看這裡的超市 平均價錢是怎樣 是超市的各類食品 我就覺得它真是便宜過香港很多 例如一些大桶裝的Yogurt 在香港分分鐘都要六十幾七十幾元 但是這裡竟然是六十幾匹 即是一磅都未夠 牛扒、豬扒、雞扒全部都很便宜 而且很新鮮 三磅都不用就可以買到一隻冰鮮雞 所以如果你在家煮飯的話 其實在吃的方面真的可以節省很多 人家說英國的牛奶很便宜 那我都想不到便宜到那個情況 是兩、三升都是只有磅幾 雖然我就不喝牛奶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個成人是家庭裝的 只有磅幾就可以買到 真的是很便宜 那些芝士也是 那些奶類食物呢 那些奶類食物呢 它就很便宜了 平時所有這些在超市裡賣的芝士 在香港都 一塊都要幾十塊的 但是呢 這裡呢 你看到啦 磅幾啊 兩磅幾啊 已經買到的 真的很吸引 其實這些patreon我都很喜歡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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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磅已經有一個 一磅已經有一個 是不是很吸引呢 還有些牛油也是很便宜 平均都是 一磅幾 兩磅之內呢 你就已經買到 一磅的牛油 還有它有很多當地的牛油呢 那個味道呢 是很有牛油味 我都很喜歡吃這裡的牛油 我都很喜歡吃這裡的牛油 很多很多選擇 雪糕也是 Ben & Jerry 三磅而已 好像便宜過香港一半 Hagandas 四磅半 Hagandas 這個呢 我在香港沒吃過 所以 都比較不了 這裡是很多選擇的 有很多牌子 我又沒試過 沒聽過 這些 甜筒呢 兩盒 都是一磅八 很吸引啊 大桶 大桶的家庭裝的Yogurt 整桶那麼大 都是只有兩磅 那有些呢 還一磅都不用 我覺得那些奶類食品其實是很便宜的 這個也是很大妝的 這個好像不錯吧 雜果 弄得有些太便宜的 弄得我都不敢買 45P 麵包也是很便宜 一磅 兩磅兩條 還要是家庭裝的 我一個人呢 吃成 個幾禮拜都沒吃完 有些甚至連一磅都不用 59P 一大貼 你看 有二十幾塊 所有的麵包都很便宜 熱狗包 79P 79P 漢堡包也是 八包都不用一磅 八包都不用一磅 放鬆一點 全部都不用一磅 這些大盒的 放鬆一點 這些大盒的 放鬆一點 酒 我不喝的 餐酒 不過 走過見到 全部都是歐洲食物 法國食物 過刀 是不是划算 七磅半 我不喝的 你們告訴我 是不是划算 這行最貴的 我們叫做 嘩 這個 兩瓶有十元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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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高這些 就叫貴一點 好像印象中 都比香港便宜 是不是 真的要你們告訴我 讓我聽聽 雖然超市裡面的東西很便宜 但有時煮得多又覺得有點悶 偶爾想出去吃東西 那天剛好經過市中心 走過見到有一檔法式CREEP 這種法式CREEP是我其中最喜歡的一種食物 所以就急不及待光顧了 雖然它有鹹和甜兩種 但我也是較為喜歡甜的 那天我點了一下焦糖香蕉 味道也不錯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約朋友在下班後 一起去掃街吃東西 至於劍橋這裏 又有沒有掃街呢? 有市集啊 看看有甚麼 它其實每天都開的 但是 今天 星期六 就可能會更加多些貨 因為比較多些人在這裏走 這檔是山果檔 嘩 它都很多客 看看隔壁 隔壁是甚麼 隔壁是甚麼 OK 似乎這一行是吃東西的 很香啊 香腸 一會兒吃熱狗也好啊 旁邊 這裏全部都是吃的 原來 印度飯 印度野 地中海野 一會兒 一會兒 對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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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菜單位 價錢的味道不錯 價錢很不錯 再看多幾檔 有亞洲食物 但就要站在這吃 鐵板的 很久沒吃亞洲食物 好像光炒牛河 聽到廣東話 旁邊的檔是菜檔 生果檔 很棒 有家製的 農工人 自己做的 蛋糕 三個半一件 或者是十磅三件 這裏吃什麽的 嘩 這裏很辣 這裏很少 我就吃不到辣的 所以 他做不到我生意了 大鑊飯 對 旁邊那裏 挺香的 5分 5分 都很便宜 都很便宜 那好了 不是吃的話 還有什麽呢 買咖啡豆 咖啡 這裏的咖啡真的很好喝 书店 這些地方 這裏都是靜點的 通常都是吃的 是比較多人 單車零件 因為劍橋單車真的多到 所以它也有單車的衣服 T恤 看完這行 哇 有點心 哇 先看看 家裡有水餃 其實它好像每樣都有些 這些就是很久都沒有吃的茶樓點心 不知道它會怎樣 serve 的呢 都很多人幫襯 考慮一下 都很多選擇 燒雞 這些一定要買回去吃才行 因為沒有理由在這裡吃 不知道怎樣搞定整隻雞 看看它的價錢 半隻雞八磅 其實在超市買 整隻雞都是 好像三磅有爪 很香 旁邊那一攤又吃什麼呢 炸薯條 吃這些 今天很好天 太陽很猛 太陽很猛 想喝杯冰凍的 想喝冰凍的 這個是吃冬歐的 這個是吃冬歐的 現在都要決定一下 想想吃什麼 結果 見到一檔泰式食物 就決定吃泰式炒河粉 成為六磅半 好久都沒吃過亞洲食物 那今天就暫時來到這裡 我要慢慢享受 我這一盒泰式炒河粉 不知道剛才這麼多檔裡面 你們又覺得哪一款最吸引你呢 不如你留言告訴我 希望你們喜歡今集的內容 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還有麻煩大家share條片出去 給你們喜歡吃東西的朋友 還有還有記得subscribe我的台 真是好需要好需要大家的支持 麻煩按旁邊的鐘仔 下次出新片的時候 可以馬上通知大家 我現在要去吃東西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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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